老溜溜英文 英文常识第二集 欧洲主要国家国民及首都民 那我们有国际观比较好 那我们活在地球上 那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地球上 除了中国啦台湾以外 还有很多国家 有分美洲啦欧洲啦 大洋洲啦非洲啦亚洲啦 那但这个世界太大了 那我们今天让大家 就是我们来温习一下欧洲啦 欧洲它主要的国家 它的国民及首都民它的英文 不管你去旅游啦还是看新闻啦 就看到英文的新闻 那你最好知道一下 欧洲它主要国家 它首都它们是哪些英文字 那我们看我列出这个表呢 那我就故意不写中文啦 那当然写中文大家看得更清楚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有一种英文 纯英文的观念 因为你摆个中文在旁边 你会过度的依赖中文 就好像说你要练习英文听力呢 比如说你在电视上或在视频上呢 你看那个美剧啦 欧美的剧啦 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啦 那你如果能够找到那种 不要有中文字幕的 比如说纯英文字幕的 纯粹英文字幕的 那甚至没有字幕都没关系 就是可以让你养成那种 不要依赖中文 比如说上面有国语的字幕 你看了一百集之后 你还是没什么用 因为你眼睛 你的脑袋都是看那个中文 看那个翻译 你会依赖它 不由自主的 可是如果 如果你看到那个没有中文字幕 就英文 那你就会进入英文模式 所以我们就是学习一种语言 你要进入那个情境 人都是这样子嘛 进入上班了 进入办公室就人紧张起来了 进入上班的模式 那军人呢 如果有战争的话 进入战斗模式 或者男女呢 进入恋爱模式 所以这个情境是很重要 所以英文就是 当你说为什么 你说ABC它好 英文好 因为它就在那环境 或者说你到国外 留学几年 英文也会变好啊 因为你进入了环境 那甚至说 你去那边短期游学啦 旅游啦 你英文都会好一点 也不说你真的变好 而是说 你就会进入那种情境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就 故意不写中文 那我们就是 纯用英文来看 那你感觉就不一样 这边都是欧洲啦 那亚洲或者美洲 有空再说 那比如说 Austria 就是奥地利 就这样翻 所以中文的翻译呢 这基本上是音译 由声音来翻译 就不是意义 就不是照它的意思来译 所以 这个是奥地利 好那 但是大家会想说 我这边光是看名字 可是跟那个地方很难连 没关系 我们先学这些英文的单字 然后待会会有个地图 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首都呢 它是Vienna 我们就叫维也纳 叫维也纳 然后 Belarus 我们叫做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以前是苏联其中一个 所以它的首都 以前也是苏联大的首都 叫Minsk 叫明斯克 明斯哥 然后 Belgian Belgian 就是比利时 它的首都是Brussels 布鲁塞尔 然后Belgaria 就保加利亚 首都Sofia 女孩子的名字 Sofia 然后Czech Republic 我们叫捷克共和国 Czech 就捷克 它首都是Prag 布拉格 有一部电影叫布拉格的春天 然后Denmark 就是丹麦 首都是 哥本哈根 我们丹麦的乃书很有名 它的序幕也很发达 Finland 就是那个 就是芬兰 它首都是Helsinki 所以我们看很多 那个北欧的片子 它就不像英文最后 片子最后是The End 结束了 那北欧片就是这个Fin 总结结束 因为芬兰呢 在极北嘛 靠近北极圈的 好像叫极地 就叫结束极地的意思 首都Helsinki 赫尔兴斯基 France 大家都知道 法国 它首都是Paris Germany 德国 它形容词是German 法国 法国形容词是French 它首都是Berlin 这个东西德 合并之前 它首都是波王 合并以后就 从西方 搬到东方 Berlin 柏林 就是以前 这个二次大战 之前 德国首都在柏林 那Greece 就希腊 Greece 那它的 形容词 Greek G-R-E-E-E-K 除了是希腊的以外 也可以当作 很难解释的 很深奥的 大家搞不懂的Greek 比如说 人家告诉你说 这部汽车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 It's Greek to me 我不懂汽车 我听不懂 我搞不懂 Greek It's Greek to me 它首都是Athens 很有名的 雅典 然后Hungary 就是匈牙利 那匈牙利 那很多人都说 它是欧洲 唯一一个是由 纯欧洲 土耳其那些不算 就是由亚洲人 就是 就是 中国人 甚至说中国人 因为为什么呢 有一种讲话 就是 Han 就是汉 就是我们中文的 大汉 神经思汉 大汉 Gary 就是人 就大汉的人 就大汉的子民 就陈希思汉那时候 他的孙子 巴都西真 巴都就是 他 托雷 托雷的儿子 就是 陈希思汉的小儿子 托雷 托雷的儿子 巴都西真 就是 打到那边 所以那边 就很多是蒙古人 就亚洲人 他们的人种 叫Hungary 匈牙利 他首都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 然后 埃斯兰 冰岛 首都比较难念 Rikovic 雷克 雅 魏克 然后 Ireland 他是英国 左边的爱尔兰 因为他独立了 北爱尔兰是英国的 除了北爱以外 其他是爱尔兰的 在北爱那边搞的 这几十年来 就是都是 心风学雨 因为他们要独立 而首都是 Dublin Dublin 那有人也是 问你叫做Dublin Italy 意大利 他首都当最有名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首都 就是 就是罗马 这个Luxembourg 就是 鲁森堡 所以小的国家呢 因为太小了 所以他的首都呢 就跟他国民一样 叫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一个国家 主权完整 他的首都就是新加坡 那有些例外呢 像墨西哥 他很大 可他的首都也是墨西哥市 Jack City Netherland 那我们说荷兰正式的名称 当然有人说Holland Holland Holland 那他正式名称是Nederland Nederland 他首都是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他的 好像那个国土 他的位置特别低 很多地方都低于海平面 所以他们那个 做那个土蹄 那个蹄房 就特别厉害 水利工程特别厉害 Norway 就挪威 他首都是 奥斯陆 奥斯陆 然后Poland 波兰首都 Warsall 就是华沙 然后 Portugal 我们叫做葡萄牙 它首都是Lisbane 西班牙 那西班牙斗牛 这葡萄牙 就是我们说 那两个牙嘛 西班牙葡萄牙 葡萄牙 当初呢 很早 就是那个航海 航海大国 像麦哲伦 环绕世界一圈 那个做那个大帆船 就葡萄牙人 所以当初 西班牙 葡萄牙 还有英国 这三个 当然葡萄牙最早嘛 然后西班牙 然后在英国 都是海上的霸权 然后Rumania 就是罗马尼亚 它的首都是 Bucharest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然后呢 我们再看 最后几个呢 Spain是西班牙 西班牙首都是 马德里 当然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斗牛了 那西班牙文 现在是除了 世界前三大语言 当讲人最多的 中文 还有英文 如果纯粹母语的话 西班牙 西班牙文可能是第二 因为它除了 西班牙当现在讲的人 也不多 几千万人而已 可是 就是整个南美洲 还包括一部分 中美洲 就整个南美 除了巴西 讲葡萄牙文以外 其他全部讲西班牙话 所以你在美国呢 现在除了英文以外 西班牙文是第二大 第二大语言 所以 美国除了讲英文 一定讲英文嘛 然后如果讲 我们说外国语或方言的话 就是西班牙是第二 然后其他才是什么中文 意大利文 所以西班牙文 现在全世界用的很多 然后 斯维典 就是 瑞典 它首都是 斯特库 斯德哥尔摩 然后 斯维尔兰 它这个音 T跟S 有点 扯的音 不是 词 有点 词的音 斯维尔兰 它首都是 伯恩 它不是日内瓦 它是 伯恩 所以有些国家 它那个 首都 它是行政中心 可是它不一定是经济中心 也不一定是人口最多的 很多国家 它只是行政中心 政府在那边 可是真的商业区 或人多的 旅游中心 它是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 瑞士日内瓦 可是它首都在 伯恩 然后 Ukraine是乌克兰 以前也是苏联的一个 所以乌克兰就 军事工业非常发达了 所以以前 那个车诺比尔 那部很有名的 电视剧 还有它 几十年前 那个车诺比尔 那个 发电厂 核外线 它就在 Kiev Kiev 就在基辅 就基辅 附近了 然后它北边 就白俄罗斯 搞得白俄罗斯 很紧张 所以那个 车诺比 是在 Kiev 几乎在最北边 然后 然后那个 当初苏联解体呢 跟这个车诺比有关系 因为苏联嘛 它那个 他们封锁这个消息 但是后来很严重 所以苏俄人不满 所以跟那个苏俄解体 跟这个 跟乌克兰的那个 车诺比和外线 它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United Kingdom 就是 就是英国 那英国他们 观念里面 它不叫英国 它叫联合王国 他们喜欢叫联合王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叫大英国 一些嘛 所以他们觉得说 像英国啦 United Kingdom 他们甚至 观念上 他认为是 澳洲啦 加拿大啦 南非啦 都跟他们 等于以前都叫他子民嘛 所以他们喜欢讲 联合王国 而且英国本身就联合啊 因为他 纯英国就英格兰啊 可北边有苏格兰啊 还有西南有威尔斯啊 它是联合的 就像美国合纵国 United States 联合 它首都当然有名了 London 在 在英国的东南边 一个泰晤士河进去 然后 Ratikan City 就是 梵蒂冈 那这边 大家尽量把这个英文呢 纯英文的模式 进入脑袋 那 那这些 你不一定要全记啦 就是你大概知道一下 它的英文是什么字 人记多少算多少 然后相应的 它的首都大概在哪里 我们最大的嘛 就是说全世界 有几大洲啦 有哪些主要的国家啦 那些国家 英文的名字 大概怎么念啊 你出国了之后 它不会都是中文嘛 你一看 Island 它不会写冰岛嘛 那外国嘛 它也不会全部写中文 那你就知道冰岛 而Greece 它不会写希腊 到了雅典 Athens 或者Kopernhegan 它就不会讲中文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欧洲地图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有一个 时空的观念 或者一个 一个地理的观念 那这整个就是 这整个就是欧洲啦 那欧洲呢 当然地图大家有时候 很怕去看啦 因为地图就是 万七八糟 这一看 头就昏了 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也可以抽石剥茧嘛 就比如说 欧洲我们做事看重点 比如说欧洲 它的重点 比如说你第一个 欧洲现在最强的国家 就是德国 德国是黄色这一块 德国黄色这一块 这是德国 所以德国位于欧洲新藏地带 然后呢 法国是大国 法国在这边 所以二十大战 德国入侵法国 很快啊 因为就要临边了 所以法国以前 马其诺防线 它在这边 一战的时候 设立马其诺防线 二十大战的时候 它以为靠这条防线就OK了 所以重兵白 结果德国将领很天才 说我就不打这边 我就从 比利时 Belgian这边呢 穿过森林过来 所以一过来的时候 哇 法国 就是 来不及反应啊 所以很快就被打掉 然后呢 大国就是英国 英国在这边 那英国呢 我们就说 英格兰是这一代 英格兰是在这一代 苏格兰是北边 然后威尔斯在这边 那那个 为什么我们说英伦三岛 那英国就是一个大岛 为什么叫英伦三岛 因为清朝的时候 那时候误解了 他以为是 这是我在猜了 就是 英国这是一个大岛 英格兰 它本身 加苏格兰 这是一个大岛 然后爱尔兰是不是一个岛 就两岛 那两岛这样也不对啊 不三岛 那就是把那个 北方的那个冰岛 搞不清楚 把冰岛 这一个岛 两个岛 三个岛 英伦三岛嘛 那有人说 英伦三岛是不是 英格兰 苏格兰 我也是 跟他没有岛 他连在一起啊 所以我在猜了 就说可能就是英伦三岛 因为这两个当初都是英国嘛 然后又把这个爱尔兰 他跟英国 好像很近 就英伦三岛 然后我们看那个 西班牙在这里 葡萄牙在这里 那意大利也是南欧大国 意大利在这边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这边叫中欧 就是这一带呢 叫中欧 那这边呢 叫西欧 那这边叫南欧 然后这边叫北欧 这边叫东欧 大致上是这样划分 那北欧就是三个大国 应该说3.5或4啦 就是挪威 瑞典芬兰 加上丹麦在这边 所以我们以前维京人呢 维京人就主要是指丹麦 丹麦这边呢 跟挪威主要是指这边 那瑞典也算了 因为他们比较近嘛 所以你看他们到维京人那时候 就喜欢入侵啊 那海盗嘛 就是你看他打到德国很快啊 到荷兰也快啊 然后甚至有打到英国去啊 就是 做那个 他们那种 维京的那个船 到英国 所以维京人是在这边 那欧洲有三个半岛呢 就是说我们 这个叫做 叫做那个 伊比斯半岛 就是西班牙跟 所谓半岛就是它连接大陆呢 它突出来 超级大岛 它讲半岛好像岛很小 不是 它是 所以我们最大就是一个州啊 一个大陆 然后再来是赤大陆 像印度的赤大陆 然后再来像 这是欧洲大陆嘛 那它是半岛连在一起的 西班牙 它叫亚平宁 叫那个伊比利半岛 然后意大利呢 我们叫意大利半岛 但它正式名称叫 亚平宁半岛 因为它有个亚平宁山 亚洲的亚 平利的平 安宁的宁 然后呢 最麻烦就是 这名叫巴尔干半岛 所以这一次大战 就是在这边打起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世界的火药库 它主要最南边就是 就是那个 希腊 然后这边就是什么 保加利啊 罗马尼啊 所以传说中的那个吸血鬼呢 吸血鬼 那它就是在这一带 Transevanian 在那边 那我们说那个欧洲就从 大概就是从这条线开始 所以 所以我们说 Turkey 那个土耳其是欧亚交界 这边一栋都 所以 苏 苏 苏跟那个 跟那个土耳其是欧亚交界 那这边 哈萨克斯坦 那乔治亚 伊朗在这边 伊拉克 希腊 这些都是亚洲 那从这边 大概开始 左边就是 就是欧洲 那我们看 那个欧洲下面就是 就是非洲啦 阿尔及利亚啦 那个摩洛哥啦 什么这些 好 那我们 然后那个 奥利亚 就是奥地利在这边 就在德国旁边 所以 这一代的人呢 我们就说 这一代的人呢 你看从 瑞士 奥地利 这一代的人呢 他都会 他的语言天才 因为你看 他会讲法文 离法国很近 因为讲德文 讲意大利文 然后他没有自己的 奥地利 语言 或者是瑞士 所以他们几乎就是 基本上就是 四个方言起跳了 德国 德文 法文 意大利文 加他们母语 那有的更天才 再加上一些 当地的方言 再加英文 加上英文 就五种语言起跳 所以你到那边说 你只会讲两种 就很逊咖 那当然 就是有人 英文 他们认为 英文已经不是一种语言 是万用语言 这是必须的 加上他母语 至少两种 那有再加上 德文 就三种 那或者加法文 那这边全家就至少五种 那我们最后看一个有趣的呢 就是说 那个兵与火权力之争 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影片 他是美国马丁写的剧本 可是呢 他是以英国为准 因为美国历史太短 才两百多年嘛 那他又是英国过来了 所以呢 他就是英国 好 我们来看 英国的地图这样子 好像一只龙 巨龙在坐着的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 这是那个兵与火他的地图 当然这边就当做欧洲大陆了 当小龙女在这边流浪啊什么 我们都不管 他主要兵与火就是七国在这边 但是妙的就是 马丁在写这个剧本说 那大家一看 哦 英国七国 可是英国这样就一国怎么七国 他历史上真的七国 他罗马帝国 他瓦解之后 英国一开始真的是七个亡国 所以 马丁写这个兵与火 当然里面很多是掰的啦 想象的 可是他有所本 就像金庸写那个 那个武侠小说 也是掰的 虚构的 可是他有些历史里面 比如说陈其诗汉啊 大理啦 段佳啦 云南啦 他又有那个历史 就是历史架构是有的 可是呢 剧情人物是虚构的 所以这个兵与火就有点类似这样子 所以他的北京呢 我们看跟真正的 这是 这虚构的啦 就是那个电影 电视剧上面 他的 虚构出来一个地图 他剧本是照这样去演 那这个是虚构的 这是兵与火 你现在地球上找不到 那这是真的 真的 这就是英国 那我们看英国这样子 跟这个兵与火是不是有点像 当然不是100%了 又有个六七成像吧 就是以那个 那这个 北京之国 史诺他们家族 就是在 就是苏格兰 那你说那个 红宝呢 就是 那个 摄氏仪他们呢 红宝呢 就是大概这一代 红宝这一代 具体我现在也标不出来 就是大概这一代 就是跟那个伦敦 因为红宝嘛 他是等于七国首都嘛 你看 他伦敦也在这里 泰晤士河这边 那其他七国各相对应 所以这两个 他是很像 这一点也是 顺便一提 有趣 他只是没有把那个 没有把这个 爱尔兰这边加进去 所以这一集 所以这一集呢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 欧洲主要国家 他的国民的发音 还有 首都的发音 那这些 你都知道的话 以后出国的时候呢 那就会方便一点 今天讲到这里